新華社公眾在4月5日發表了一封家書 這個家書是湖南中南大學的雙瓦醫院 回額抗疫國家醫療隊的隊員 一個重症醫學科的主治醫生趙春光寫給他父母 我好久沒看過類似文言文的信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父母大人敬啟 而領命離雙父岳已有一周 依甚戀食頗飽 綿極安父母勿煉為攀 逆時一起情形頗裂 武漢三省盡視病土 而政治領命 無一日不著白衣 無一日不在前線 施針藥救死傷 施我所學其有所得 不敢半點而欺 不敢一絲蟹台 為望不負二魯所俗 醫院所託 國家所命 尚益我父穿容裝 執甲兵 故為南國天空 兵風所指 稍小不敢喘犯 念我母 供三餐 勤監職 已提面命 獸型秉器 養育之恩 日日掛懷 又念 誰召之時 父母命我行政部 敬君禮 望我從軍報國 已成父業 下而還劣 未進行五 為報國之心 時事不敢 潰散 今逆時一起 而自請應 滔火而行 生死不念 唯有我父 欲不知熱 唯淚我母 汗不知冷 聲看兩成 雙隔甚遠 不能失床前 而破念之 但起吾妻甚言 可解二魯孤懷 所需所命 可盡驅使 而須遠離 亦如塞下 此亦 曼如白衣 共赴國難 成功之日 相去不遠 滄滄者天 必有我等 忠義之時 茫茫者地 必成我等 權權之心 待照歸來之日 忠孝亦成兩全 言情勢莫測 若義成人 望父母珍重 而領國命 父國難 眾死角 亦無憾 趙家有死角之事 榮莫大言 青山甚好 處處可埋中骨 成中寵 無須馬甲果師 反長沙 便留武漢 看這大好城市 如何重整河山 日後我父飲酒 如有煙花成竹 醉而不散 正是頑劣而同 來看我父 我母針跡 如有煙極成結 如有煙極成結 旅解不開 便是鞋而春光 來探我母 為願我父我母 於戀 食飽 沉哀 身見 而在他鄉 亦當自顧父母 無以為念 世事容馬 未揭堅 不懼 不懼 唯有犧牲多壯志 不破流難 眾不還 不孝兒 春光遁守 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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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寫給父母 當時 趙春光本身 除了父母 還有兩個子女 據介紹的時候 說這封信是 法韓報國之義 愛國之心的家書 寫在2020年2月13日 當時 並沒有第一時間出發 但現在 任務已經完成了 回到 當時沒有第一時間 把這封信發出 但是 當他回來之後 現在這封信 只留來紀念 因為 寫時 想到自己 可能會殉靜 幸好 我們中國 緩惡的醫療部隊 的確很好 全身而回 都很安全地回到自己家鄉 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醫學技術 其實很先進 因為這邊 有些文言文的氣味 我會把全文放在描述上 大家可以看看 我真的讀得一般 不過 儘管和大家分享 多謝